我算是明白一个赵露丝禁组 一群赵露丝出组的意思了 一股赵露丝似的风正在向神隐剧组吹来 碗宇其实还想挣扎一下 但是没有谁能拒绝赵露丝的诱惑 我也说碗宇我有个好主意 于是碗宇现状可以这样形容 质疑赵露丝理解赵露丝超越赵露丝 跟赵露丝在一起 什么精神内好统统都不存在了 想要找到他 准备好了 一起抬合吧 喜欢反差感的诱服啦 深远巨组人就了不起面孔 前一秒还在严肃兑现 下一秒我一只小子怎么还撒上娇了呢 谁教你的 谁允许你能做的 给个心 我一会就这样 李云瑞前一秒 八级十足 下一秒 差两边吓唬的 你们神隐剧组 简直比他好笑了 我说 悲情的场面幕后 纵是带着搞得笑 我宣布 一远天顶正式确诊为浪漫终结症 每天笑聊不断的也就算了 怎么还自顾自的眼上了 今年春晚没有你俩 我不看 不仅在心外的我们课 在片场我看导演课的也挺起劲的 加伪戏什么的也太犯规了吧 而且还是王爱宇主动的那种 导演 你真的很懂我们观众 喜欢看什么 李云瑞在剧中不仅是个局外人 在戏外也怎么是个电灯泡啊 好好好 三人行必有一个电灯泡是吧 李云瑞有没有人救救我啊 不想再闻这股恋爱的酸臭味了 不过这小分队在一起玩的还挺开心的 但玩的开心归玩的开心啊 这默契也是一点都没有啊 这就我在之前闻到我 在哪 在哪 一点默契留三个人 我到我 在哪 这味道我闻到我 在哪 但是值得庆祝的是 我们李云瑞终于有自己的CP了 我们李云瑞终于有自己的CP了 王阿宇你小子真的别太会了 赵露丝跟别人搬手腕输了 王阿宇健壮立刻为他报仇 你小子 呼吸狂魔啊 点事都没有 三二一 赵露丝和王阿宇田马上全世界就知道了 有时啊 就连他们的衣服都难舍难分 是谁家CP一逛就出电呀 哦 原来是我家的 而且不是我说啊 这俩人还真挺来电的 咱就说 谁家CP在大婚时疯狂K哥啊 赵露丝在这边唱 王阿宇就在那边喝 你俩这一唱一喝 哎 挺来劲的呀 难道这就是你们 一元天定独特的婚脑方式吗 OK 好 来吧 小兄弟也可以了 来 别放来的 别放来的 知道王阿宇赵露丝关系好 但我没想到 居然又这么好 因为赵露丝要禁足 所以就把头发剪暖了 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王阿宇竟然是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 你们两个这相处氛围 真的有点不一般啊 各位才剪短发的人 剪短发就是要开机了 好 王阿宇他的短发好看吗 哦 嗯 作为最早一批收到这个消息的人 最早给予好评的人 嗯 就是我 王阿宇啊 你小子嘴上不回应 但是身体挺诚实的嘛 因为王阿宇没有说出露丝的角色描 人家就有点小脾气了 主持人让王阿宇去哄 这歌下一秒就上手了 露丝说一说 我都有点不想说 嗯 你看人家生气了 快晃哦 哎 我之前看完了 还有这俩人 在直播间疯那也是没边了 什么表情特效全都给你拿一点 不是我说 能不能把他们关在一个房间里 给我播一天呀 我喜欢一点比较特别的 不是 Show you off I'm lying while you show you off 哎哎哎 会大家来到神影 跟随阿姨的世界 来看凤影如何涅槃 但是在他们俩身上 也会刻到一些细腻的人之间的心形相吸 就是虽然你在笑 但我斗志人正的你 他其实内心也非常的敏感 而且他的世界其实是 他很想要保护住的 但是他本身作为演员 又要去呈现跟释放这些 所以他其实自己也是一个 很矛盾的矛盾体 两个人都会看到对方细腻的点 王安瑜也经常给露丝 发个消息谈心 这种互相治愈什么的 简直让人渴到 像掉金豆豆了 他会经常跟我谈心 他会经常跟我发信心 露丝今天心情好一点吗 我在烤肉你要吃吗 所以他是个很细腻的人 算我求你们了 阿尔达一定安排上好吗 要不你们就告诉我 朝哪个方向科 能把阿尔达搁起来 我真的迫不及待 想再次看到两位合作了 我叫他BGM之神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嘴里只有BGM 没有一首正常的歌 他每天在现场就是当当当当当 我随时感觉就是 虹背都什么BGM在不跟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的人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那我夸他 我在这里是不是夸你看 你夸什么呀 所以很至于 他很少拍古装嘛 嗯 然后呢所以他会有一点担心 对会觉得啊这个 是不是不该这样的 没有播的话 你不知道观众可能 对你期待的点在哪里 所以他就会很担心 但是他又真的做得很好